去年颱風小犬來勢洶洶 天文台短時間內就轉掛9號風球 在巴士和港鐵都停止的情況下 大批旅客滯留在機場 機管局在星期四宣布 一系列惡劣天氣應變措施 包括新增電子的士派醜系統 當遇到惡劣天氣導致交通癱瘓 或是的士不夠時 旅客就可以先在取票機拿醜 再去餐廳或其他地方休息 不用沐浴在外面排隊等的士 旅客排到的士之後就可以來到機場入口的的士召喚區 到時會有工作人員核對醜號 確保旅客有秩序地離開機場 機管局就說有關系統已經完成測試 可以隨時在天氣惡劣的情況下啟用 機管局機場運行總監姚紹聰就說天氣惡劣時 機場客運大樓是最安全的地方 不應該被旅客在室外逗留 所以設立臨時休息區 提供至少500個座位給旅客休息 亦會發放裝著餅乾水和無煎的物資包 旅客亦都可以使用機場入面10個充電站 隨時為電話充電 左邊亦都可以變成 群整齡